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不希望像以前传统的流程通过像我们的数据经历 或者开发工程体需求然后走需求变更上线等流程 整个从需求的提出到交互需要数周 而他们希望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内能够拿到数据 第三个是我们的研发的团队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并且每个在数据处理工作中的人都希望快速地获取我们业务数据 来帮助他们的决策 我们的数据源也越来越多从传统的数据库到网页 日志 文件以及ERP甚至第三方的购买的数据等等 我们的用户的期望反而更加简单 他们希望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他们不关心具体的技术 我们高级的用户希望获得一定程度的自助服务 通过自助服务他们能够便捷地分析获取数据 第三个是我们的应用开发人员 他们只关心我们的业务逻辑 他们不关心我们具体的底层技术 也不希望去更深入去了解我们的底层平台 用为相关的一些配置 第四个我们尽可能地隐藏我们的技术细节 这样使得我们的开发人员业务用户 更加专注于我们的业务逻辑 实现我们的业务目标 第五个是我们的系统管理员 能够希望能够快捷地方便有效地管理 监控我们的数据平台 既然我们希望达到以下要求我们认为 DataOps是我们应该朝向的一个目标 DataOps是与DevOps在DevOps的技术上实现 我们的数据敏捷的一个方式或者方法 那么什么是DataOps呢 个人认为 DataOps是一种协作数据管理实践 专注于改进组织内部数据管理员 数据消费者 数据开发人员之间的通信 集成以及数据流的自动化的一个想法 或方法论 DataOps的目标是通过创建数据 数据模型 以及相关的工件 提供可预测的交付 以及可监控的管理来更快地交付我们的价值 DataOps是使用适当的智力级别 来自动化的实现数据交付的设计 部署以及管理 并使用原数据来提高我们 在不断变化数据 变化的环境中的数据的口用性和它的价值 DataOps有助于我们实现快速的数据创新 以和实验以更快的速度 向业务提供最新的数据的见解 DataOps也可以能够帮助我们提高 我们的数据质量 DataOps是2018年Gartner 发布了数据管理技术陈述 陈述度曲线报告中手势提出 它可以降低数据分析的门槛 但是仍然不会将数据分析 变成一项有效的工作 简单的工作 DataOps它主要集中在 我们快速的创新以及试验 来交互我们 向我们的客户交互我们的数据价值 它提供高质量的数据 以及非常低的错误率 它通过不同的人技术 以及环境的协作的方式 来提供我们的数据交互价值 它明确的可以量化了监控了 以及透明的我们的结果级的省事 在5块来 DataOps我们主要需要以下几个核心的工具箱 一我们的作业调度器 作业调度负责从 负责我们离线数据的研发工作流的编排 开发 它有助于我们 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 让开发的同学 专注于实现我们的业务逻辑 它不用去关注我们底层的调度 第二个是说我们的开发工具 我们的开发工具 主要提供我们传统的 比如传统的脚本 Circle Pathom等语言的开发工具 但是在我们DataOps的开发平台中 我们的开发工具有效的 与我们的平台进行集成 让我们的开发的代码 直接是以调度的形态进行运行的 那么我们的开发工具 需要提供我们与调度环境一致的 我们的环境变量注入 我们的参数变更注入的功能 这样子使得我们的开发出来的脚本 直接可以投入到测试 以及生产环境进行运行 而无需进行我们在其他工具平台上 开发的进行代码的二次替换 主要用于我们一条脚本的业务的日期 变量替换这些参数数量 第三个是我们的迁移以及部署管理 在金融行业里面不同 在金融行业里面 企业的生产开发测试是网络隔离的 因此我们需要将我们开发测试的数据 对我们的任务能够有效的进行导入导出 并合理的部署到生产环境里面 第四个是我们的管理与监控功能 我们希望我们的平台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 对任务以及工作的进行合理的管理 以及工作的功能 执行进度进行合理监控的一个功能 关于调度器 我们主要主流的调度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UZI UZI是一个开源的工作流与协助服务引擎 它基于Handle口的数据处理服务 UZI在可扩展可生存的面向数据服务 运行在Handle口的平台基础之上 EFLOW EFLOW是一个Aribub EFLOW的一个Workflow的开源工具 使用Pathom语言来实现我们的任务管理 调度监控工作流的平台 EFLOW也是基于DAG有向无环图的任务管理系统 可以理解为高级版本的Chronetable 它解决了Chronetable无法解决的任务依赖问题 与Chronetable相比 EFLOW可以方便的查看任务的执行状态 任务是否执行成功 执行时间 执行依赖等等 可以跟踪追溯历史的执行情况 任务执行的失败 收到邮件告警 查看错误日子等 多分Schedule 多分Schedule是一个多组多重的分布式的 去中心的扩展的DAG的工作流系统 它提供了相比于其他调度系统 更多的数据员的管理 我们的任务管理 可视化的编排功能 使得调度系统在数据处理流程中 可以达到开箱即用的效果 Control-M是一个跨平台的调度器 它是一个商业版本的软件 相比于我们的开源来说 它提供的功能相对比较强大 但它的编程性 可编程性相对较弱 阿斯卡班 阿斯卡班是一个 领英开源的一个开源调度框架 但是阿斯卡班 它的所有的节点是对等的 相对于我们在日常运位中 尤其是银行的调度系统而言 我们希望所有的节点是高可用 但不是完全对等的 我们的调度通常提供以下的调度服务 我们的定时服务 我们提供据Column Type表达式的定时服务 这样有利于我们按固定的周期 按天 按小时 按周 按月 执行我们的工作流 第二个是D&G的计算 D&G是我们的工作流 以任务的方式组织在D&G的工作流中 工作流以D&G的方式来计算我们 任务的运行运行的先后秩序以及他们对应的调度时间 业务时间 第三个是我们的任务调度 任务运行 我们的任务运行由我们调度的执行引擎 根据我们的内型的不同 任务的环境变量 任务的参数 任务的手运引用的数据源等等 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第三 第四个是我们的节点管理 针对于分布式的调度引擎 我们需要提供节点管理功能 以便于我们的任务在不同的节点进行执行 从而超越我们的单机限制 实现我们任务的大规模的运行 第五个是我们的告紧服务 当我们的任务在执行失败或者超时 以及我们的指定的时间 未完成我们任务的正常运行时 我们需要去通知我们的用户 以及系统管理员 让我们的用户以及系统管理员 知晓任务未正常结束 并及时的做出处理 通知下一个的用户 但除此之外 我们的调度服务还能提供什么呢 在我们的实践中 我们希望调度能够提供 我们的环境的管理 我们的数据源的管理 我们的数据源 我们的环境管理 使得我们在我们的项目以及工作流 配置环境变量之后 我们所有类型的任务 不管是Share 我们的Pathlet 我们的Java脚本 以及我们的GDPC的一些脚本 都可以直接引入我们的环境变量 我们的数据源也可以通过一定的 依据不同类型任务 可以通过注入的方式提供给我们的任务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Java任务里面 使用我们的GDPC数据源 在我们的Java里面使用我们自定义的环境变量 在我们的自定义的任务里面 使用我们各种类型的数据源 以及连接方式 在此我们的内部实现的数据源 除了管理我们的GDPC数据源 还可以去访问我们的ES的引擎 我们的另外的链接 以及Spark的一些特定的配置 接下来我们讲Java的原数据 在我们内部实现的版本过程中 我们希望我们的Java是有原数据的 除了我们任务运行的必要的参数 高级的信息 我们希望知道我们任务运行的周期 它是按分钟的 按小时的 按天的 还是按周按月的 我们任务所依赖的原数据 比如我们任务依赖的是表 那么它的依赖的表 它的上约表是什么 我们任务输出的原数据 我们任务如果是输出的文件 或者是输出的表 那我们输出的文件是什么 我们的表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原数进行分类 区分我们原数据的来源 以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任务的原数据 来解决 来解析知晓我们每个任务 它的上游任务是什么 从而为我们后续的自动的工作流编排 以及我们自动的任务触发提供合理的依据 第六个 我们希望能够控制任务的并行 那么我们任务是并行执行 串行执行 还是说我们在特定的同一个调度时间 或跳度周期内是是创行执行的 我们任务的类型可以有不同的任务类型 比如我们的收口 CL PATHRN 存储过程等 由于我们无法解析所有的任务的原数据 但是 我们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手动配置任务原数据的方式 接口便于用户对我们的CL PATHRN 以及存储过程等等无法自动解析的任务进行配置 正对我们可以解析的Circle 我们可以内置了系统解析的方式 可以获取Circle能够 它访问的数据表 以及它输出的数据表 并对中间的临时的表进行核类的合并 使得我们任务从全局看来 不会影响 由于我们访问的我们中间创建的临时表 而影响我们对整个任务输入输出的判断 任务的开发 任务的开发在我们这里主要有几大类 一个是我们集成的开发环境 比如说我们写了脚本语言 通过CL,Circle,以及Pathom, Perl等脚本语言开发的任务 第二个是可配置的资源文件 那么我们主要是一些价包 二进制的文件 比如说是价包、Spark的一些任务 以及一些其他特定的 我们无法通过I第一文本编辑实现的任务 第三个我们定制化的组件 我们在离线的影响平台中 将数据的同步作为一个定制化的组件进行去处理 那么我们定制化的组件 我们在数据同步只需要做一些简单的配置 就能够实现度据同步的过程 第四个我们是有一些第三方的作业 在第三方的作业 它本质上讲也是基于脚本 希尔和Sirker Python的 但是第三方的作业是由我们开发的特定的应用系统 来自动生成的脚本 来实现我们作业目标 那么这部分的作业我们需 第三方的系统通过我们提供了API的方式来进行实现的 这样能够提升我们向用户交互的一些特定场景的流程逻辑 第三方的作业集成 我们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但主要通过第二种 第一种的方式由作业系统提供一个 可以向外第三方系统 第三方系统调用的接口 我们在第三方系统里面 实现去配置我们的作业 然后再在调度系统里面配置我们的调度去运行我们的作业 但这种场景存在瓶颈 以及我们从多次配置的问题 我们需要在第三方系统里面进行开发 以及我们在调度系统里面进行调度配置 然后第二种我们是通过推的方式 我们调度系统提供一个可编程的接口 我们第三方系统开发作业 然后并把作业推述至我们的调度系统 用我们调度系统来进行自动的调度配置 调度我们的任务 但我们第三方的系统实现的可能 是我们跟我们在调度系统的研发平台上 实现的功能一致 比如说我们脚本开发 第三方系统是由系统实现的代码编程 而不是我们人工进行处理的主要 然后任务的执行以及通知 我们实现了自动的根据条件的 根据上有任务依赖的任务执行 然后另外我们在任务执行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自动的将任务的执行的进度 以及状态以消息推送的方式 我们发间接的传输给 暴露给第三方系统进行使用 因为我们实现了将调度任务的工作 任务的执行的状态 执行的业务时间 以及当时的状态变更 发送至我们的消息队列 由第三方系统对特定的消息队列进行消费 而获取我们任务的执行状态 我们提供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数据集成的配置 主要是给第三方的系统提供的样力 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调度系统能够实现我们 提供一个可编程的接口实现我们的调度 我们的环境的注入 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第三方系统 我们需要声明我们使用了我们的Hive数据源 或者ES数据源 但是我们不需要去配置其具体的地址 用户名密码的而是将这部分的处理逻辑交付给我们的第三方系统 交付给我们的调度系统 由调度系统在运行时将我们调度系统配置的数据源 和环境管理的信息注入给我们的任务 由我们的任务去 在由我们的任务得到相应的参数去解析 访问我们的数据源 从而实现我们的ETL任务 这样子可以简化我们整个ETL任务中 对数据源的配置管理功能 如果按照之前传统的方式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Cell里面配置我们的系统管理 用户名密码及其相关的账户 我们需要在Python里面配置 但不同的场景下 可能导致我们在多个地方配置 使得我们整个的配置管理功能 以及兼顾运维的成本上增 并且容易出错 另外就是我们的影响分析 我们的作业影响分析 其实由于我们之前有作业的原数据信息 那么我们任务的影响分析 作业的影响分析是非常简单的 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原数据的上下游的依赖关系 来解决我们任务所依赖的上游任务 进而避免我们去通过人工的配置 通过人工配置降低我们人工出错的概率 我们作业的影响分析 可以计算我们最新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我们的作业会影响 作业的停滞或者失败会影响哪些下游的作业 后面接下来是我们讨论一下作业的编排 我们希望把作业编排进一个工作流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做法中 我们的作业的编排是通过 是通过拖拉式的方式 并且希望我们用户通过连线的方式 来实现我们作业的编排 但是在我们的场景里面 我们实现了 基本实现了我们作业 通过它的依赖的原数据的信息 我们来实现我们上下游的作业配置 但是在我们在实现我们 在实现这个过程中发现了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几个点 第一我们部分的表 ETO的数据表是不变更的 基本 那么这部分的表 我们可能需要把它放到 我们的白名单里面去 使得我们在工作流自动变更 自动依赖解析时 无需去查找对应表 输出表的或者输出对象的 上游的业务逻辑 我们认为它已经完备 第四个是 我们认为视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影响我们自动配置工作流的因素 因为视图它没有ETO任务 那么我们需要把视图考虑成一个 虚拟的任务 并把这个数据导入到我们的数据管理调度平台中 这样使得调度能够意识到我们 依赖于视图的任务是 本质上是依赖于视图所依赖的 基本表的任务 最后一个是我们讨论的D代码的平台 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场景人而言 创建一些临时作业 创建一些模板作业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这样子我们可以重用模板作业的计算流程 而实现大量的作业的运行 我们只需要配置 做一个核心流程一次的配置 然后对去进行参数化即可 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些特定的一些支撑系统 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指标的管理平台 我们的标签系统 数据和托密系统 但是我们期望着我们只在必要的地方进行编码 但我们在某些场景下 我们通过系统实现 系统编码 而不是通过用户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将这部分的处理逻辑或流程开放给业务用户 或者说我们的终端用户 用户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数据 组装 进行一些特定模型的数据的组装 而无需再次进行编码 比如我们的标签 我们的标签是有力度的 那么我们标签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基础表的计算 但是我们下游的用户需要新增或者说迭代一个典型的标签 在我们传统的流程中 我们需要进行一次ETL开发 但是在我们的标签系统中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的标签定义的一个 衍生标签的方式来实现 这样一个逻辑 衍生标签可以通过配置 在已有的标签就像实现我们表达式 或者case 1 if else的计算后实现我们产生出一个新的标签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标签 在我们的标签系统中会只有定义 只有当我们的用户对标签进行查询 或者说将数据进行计算 并推送到第三方系统时进行处理 我们的标签系统可以将我们的自定标签 我们的基本标签实现 进行合并 组装成一个大宽表实现我们的 并将我们的大宽表推送至我们的目标系统 这样子我们的标签系统的用户就无需从像我们原有的流程一样实现我们的ETL 需要实现ETL该发并且投产执行数据的一些同步处理 同理我们的指标系统在指标的接下来数据合并的处理过程中 我们也实现了代码指标的代码指标计算的代码合成 通过基于维度模型的方式 它提供了不同于我们传统OLAP及分析的处理流程 并将我们的相同力度的数据 相同力度的不同指标的数据进行合并计算 并且我们实现了基本的一些同比环比的功能 从而让我们的用户在使用基础 使用我们的标签系统加工数据报表的过程中 数据降低它们的编码量 用户仅仅需要在我们的界面实现 简单的点击式的配置就可以实现 我们原有数据加工的逻辑 这样子我们可以提高我们向用户加工的数据的处理流程 谢谢大家